第29题 有关蓝色硫酸酮变成白色 即蓝色氯化雅菇是指变成粉红色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硫酸酮的部分 有水硫酸酮呢 是所谓的蓝色 没有水的硫酸酮呢 是所谓的白色 那么要从有水会变成无水 要加热烤一烤 那么所以呢 这过来是吸热反应 反过来 无水变成有水 白色变成蓝色 就是所谓的放热 而氯化雅菇是指 它是我们在有水的时候呢 是所谓的粉红色 那么 没有水的时候呢 是所谓的蓝色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从有水变成 没有水的时候呢 它要我们要加热烤一烤 所以是吸热 所以粉红色变成蓝色 是吸热 倒过来 蓝色变成粉红色呢 是会放热 所以题目我们说 硫酸酮由蓝色变成白色呢 是所谓的吸热反应 而氯化雅菇从蓝色变成 所谓的粉红色呢 是放热反应 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前者为吸热反应 后者为放热反应 加热反应 ibe 但